哎呀,昨天有蘋果出新的東西 現在是iPad2出 昨天我出去玩 我逛街,我看到蜂雜霸露 哇,排隊好慘 幾個小時排隊想買iPad2 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買到 排隊那麼多人,很久都買完了 還有蘋果網站 不用一個小時都買完了 有沒有可能? 為什麼不用一個小時 蘋果網站買完了? 是不是蘋果公司在那裡玩我們? 其實蘋果公司 之前有一個問題 他在那裡買iPhone4 只有一樣問題 他為什麼沒有學回來? 他說之前他把iPhone4 在香港蘋果網站 半小時 他買到十幾萬個iPhone4 iPad2 不知道他買多少個 是不是一用? 都是十幾萬個 我不知道啊,其實 因為我都不是蘋果公司上班 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我想 香港當然會有很多人買 因為中國還沒出 所以很多中國人 會叫他朋友 在香港賣給他 幫他留去中國 還有很多 還有Grain Market那些人 都會來 帶去中國賣給人 為什麼蘋果不懂 在一用時間開始 在香港和中國 賣給人 新蘋果東西 他知道這麼好賣 為什麼好像玩贏 這個是我不明白 是怎麼正反應的問題 蘋果公司 要想清楚 我自己想 好不可以在蘋果網站 賣給人 沒有剪 沒有說 看到有人訂 可不可以 賣賣賣賣 快點出 快點出 下次 有新的出 那些Grain Market的人 知道 他不可以賺錢 所以 是真合 下次可以買 如果Grain Market的人 食材 賺二百 二百 肯定他都不賺 是不是 這個問題 很難搞定 蘋果公司 這麼大 為什麼他 自己也不可以 那現在 你覺得 怎樣 怎樣搞定 這個問題 下面 comment 給我 我會看 拜拜